家住板桥的陈清吉与林月桂夫妇 因为一对父母都已经高龄90多岁 每次就医都必须仰赖福康巴士 因为使用的人多 有时候难免预约不到车 所以两夫妇就有了捐赠福康巴士的念头 20号就捐赠了新北市政府一辆福康巴士 让更多的身障朋友又或者是失能老人可以使用 在捐赠仪式上陈清吉表示 她父母亲都已经90多岁 住在淡水的老家 有时必须到马届医院就医 使用福康巴士比较方便 只是在预约时发现要使用的身障朋友很多 有时预约不到 因此和太太商量干脆自己捐赠一部 让有需要的身障者有更多的机会 我印象中的福康巴士 都有9万 还有好像有 有9万 你心里想说 这如果说 多几十个 这几十个人来说 对老人家就医院的品质 都会比较快 比较辩解 记者会上副次长辉伟宜代表接受并回赠感谢奖牌 辉伟宜表示 目前为止加上我们曾经其夫妇给我们接的这一辆才273辆 那我们仍然有一段距离 所以在寒冬的时候能够接到这一辆是满满的温暖 其实我们超感谢曾经其夫妇的 然后就看到他们全家很和乐 我们更羡慕 我们希望新北市的市民 每个人都很和乐 很幸福 那我们身心尝尝这个好朋友 能够得到很好 适切的一个照顾 很有野狐狱 有爱心善心的团体或个人 原本想捐赠救护车的 可以改捐富康巴士 新北市要达到380辆 才能有足够的需求 介绍封锦强 视频长报道